戴你的幸運卡對不對 拿著幸運卡在手上 會比較安心一點點 好 要有笑容喔 他真的很可愛 拿出了幸運遊戲卡 新人持修果然奪下了金曲獎 可別小看這一張遊戲卡 竟然要價12萬 連經紀公司的老闆都嚇到 你可能有要買什麼東西 就是恭喜給他這樣嗎 沒有 他喜歡那個玩具 跟卡都好貴 我買不起 那是我說他想要一張 17萬的奇蹟版 我絕對沒有講這句話 17萬的卡片 其實對於持修來說 還是小case 上個禮拜持修第一次開演唱會 為了克服緊張 持修竟然把家當都帶了出來 一張是青眼白 一張是通貨 必須要帶 這樣價值多少錢 一個20 一個30 那你有沒有算過你家的卡 這樣夾一夾也超過幾千萬嗎 應該沒有到千 那是有500 對 300 持修愛卡成癡 沒想到他被詐騙集團給盯上 上個禮拜他匯出了一千多元 上網買卡片 持修提醒對方告知他 沒想到詐騙集團竟然回說 沒可能想多了 這可把持修氣炸了 他比市價便宜了100 然後我就心動了 然後就後悔了 很氣喔 不要招惹天蠍佐 沒有 持修雖然笑著回答 但心裡還是很氣 不過因為這一次的詐騙 持修竟然因禍得福 廠商直接找上門代言 並且送上VIP級的卡片 持修以後要多少卡 直接跟廠商拿 就不怕被詐騙了 東京全日中英在台北報導 武器 武器 最新的 武器 武器